英國創作歌手洪法愛德 在高雄市院主場館舉辦演唱會 吸引大批樂迷湧入同樂 高場市長陳其邁探班洪法愛德 更親至主場館應變中心都軍書運工作 場內外及時人數一度達94646人 再次創新記錄 最大瞬間的即時的人數達到94646人 又再次突破了歷史演唱會的紀錄 那市長陳其邁也非常重視整個會場的書運的工作 高杰公司再度派出有好歌喉的鎮長林忠銘 他背著蜜乾鎮長的小書包在樂台開場 不過這次他還帶了一位學弟 輕軌司機員一同高歌 散場時加密捷運班劇縮短到三分鐘一班 並且加派45輛接駁車 演唱會結束後 僅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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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演唱会在晚上10点19分结束 11点49分就完成书运 高达9点4万的人数 只花了短短90分钟 这也肯定了高雄不但在演唱会兴起 交通书运也不断进步 借王仲凯庄收听高雄报导